我又有一个患者 有一个很严重的这个胃不舒服的一个疾病 然后呢在夏威夷呢去度假了一个星期 然后呢回来在那一个星期当中 他天天犯的胃病就没有犯了 这已经是不下七八个患者给我的反馈 就是去趟夏威夷他们的病几乎全都好了 这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发呢 夏威夷呢旅行确实有疗愈作用 并且还还有很强的疗愈作用 我比较你看那个不孕症有在那弄 玩一玩玩一玩怀上孕的 这个这是一个胃病很严重的胃病 然后在那弄胃好了 然后还有那个抑郁症在那弄了几圈 那个抑郁症好了 所以你看这个夏威夷真是个了不得啊 这种各式各样的病在那呢 都能得到疗愈 这也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两点 环境确实影响身体 环境影响身体 同时环境影响人的思想 影响人的心理 实际上这是一个意思 影响了凡是一个地方能影响人的心理和思想的地方 那么它一定会影响人的健康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夏威夷呢 人确实他是有治愈作用 用这个比较传统的说法叫他的风水不错 人在这里呢 对自己的健康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 所以他风水好 所以呢就建议啊 大家有时间 然后钱又不是很缺的时候 需要放松的时候 还是去放松一下 不一定是夏威夷 你可以是那个什么各种 你附近的这个民山大川呢 旅游圣地呀 去走一走 完全把自己的这种烦恼啊 压力呀 就就放放开 人只有在大自然当中 才能真正的就觉得自己是一个 活生生的生命 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渺小的 自己呢 就不要纠结于自己一颗小小的脆弱的内心了 好了 就是我这是我的一点小感慨 然后希望大家呢 就是能意识到环境对我们健康的巨大影响 善用环境来调理疾病 这也不失为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有的时候胜过你去找一个医师调理 好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